各位大家好,我是Vivian老師 我們今天要來分享一個主題 那這個主題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最常問的 為什麼我的小朋友學其他才藝都很有興趣 就只有唯獨學樂器或學鋼琴的時候 比較有情緒呢? 好,這個問題呢,很多家長都在問 我的小朋友學游泳、學畫畫、學舞蹈 學很多很多不同的,甚至還學烹飪 為什麼他們學其他、學積木都很開心 就只有學樂器、學鋼琴的時候 他們都會異性完善 然後學到後來就覺得,我好累喔 一直找各種的理由推託 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問題啊,常常會遇到 就是剛開始覺得,哇,好好玩喔 學音樂會發出聲音耶 這個樂器好像大型的玩具一樣會發出聲音來 然後學到後來,學越來越來就覺得 哇,怎麼又要照他的指法 又要照他的拍子 還要照他老師所規制的速度 然後再來呢,還要雙手協調 其實雙手協調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接著還要每天天天的練琴 那對於四到六歲呢,甚至學齡前的小朋友而言 他還沒有經歷過天天寫功課這件事情 所以他會覺得學樂器比起其他才藝而言 好像特別的辛苦 而且呢,有一個很關鍵的原因就是 他沒有辦法馬上有成品 他沒有辦法像,你今天去學烹飪 他馬上就有一道菜 或者一個很好吃的甜點 然後也沒有辦法像畫畫創意畫一樣 馬上就有一幅畫給你帶回家 他學樂器呢,他可能維持到三個月內 他都還是很初級 還在很訓練他基礎啟蒙的階段 那身為一個鋼琴老師 有一個有經驗的鋼琴老師 你一定要幫下次解決80%以上的問題 因為剩下可能是在家裡要配合 老師練琴的時間 你要挪出時間 老師給你的這個藥方才有效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呢,有統計出來 第一名覺得最困難的原因 小孩子用各種理由牽托他不戀琴 第一名最重要,大家猜猜是什麼 公布解答第一名就是他的誓譜 會覺得非常的困難 大部分小孩子在用各種理由去牽托 他不想戀琴 都是因為他覺得看譜非常的困難 要怎麼解決他呢 好啦,來公布第二名覺得很困難的原因 就是他的手眼呢,還不夠協調 好不容易分開手練好了 合起來,又合不起來了 又覺得很困難 他這時候小孩子就感覺到挫折 然後一手一手的下去會越來越難 曲子不會越來越簡單嘛 所以他就覺得不喜歡練鋼琴 不喜歡練他的樂器了 好,我來看看第三名 手痛,手痠,眼睛痠 這個我覺得應該不是主要的原因啦 這個有聽過小朋友會跟家長反應說 他眼睛感覺很痠 如果你讓小朋友看卡通 讓他看3C產品,讓他玩 我覺得他應該不會跟你說手痛 也不會跟你說眼睛痠啦 現在小孩子都很忙 都常說,老師我很忙 我沒有時間練琴 因為我可能在吃飯 我可能在洗澡 我洗澡都洗超級久的 然後或者是我寫功課很會拖時間 或者我在跟我家狗狗玩 等等,我在跟我家的倉鼠玩都有 所以,其實不會沒時間 只是他想不想有沒有興趣 挪出時間做這件事情而已 所以在我們下一集的影片中 我們會分享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如何解決他的試譜 看譜速度很慢的問題 第二個,如何解決他雙手不協調的問題 下一次的影片會再跟大家做分享喔 掰掰